古代十八班兵器中,枪是人们用的最多的一个,它外形于长矛类似,却是矛的升级版,它锋利尖锐,使用起来便捷高效,进攻范围大,可适用于多个作战场合,历史上很多名将都使用枪作为武器,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历史上用枪八大高手。 如果有说的不到位的地方,欢迎大家批评指正,注文章涉及到的人物,有的是正史中的人物,有的属于评书演绎的人物,希望大家误喷。 第八,罗承,罗承被称为冷面寒枪,从其绰号不难看出,其枪法有多厉害,罗承在隋唐好汉排名第七,在大唐秦王词画中, 罗承的武功和御池竟得不相上下,可以轻松地干掉杨林,但是不敌苏顶方,罗承的排名比武云照只差了一个武天席,枪法比武云照应该是稍微弱了一点。 第七,武云照 武云照在隋唐好汉中排名第五位,武亦高强,凭借着一手好枪法冠绝天下,他把武家枪法使得出神入化,王伯当是瓦钢武虎将之一,但是很轻松就被铁木金击败了,而铁木金,则是被武云照二枪刺死了,所以武云照的枪法就不言而喻了, 可惜武云照没有和罗承交过手,但是按照排名来说,武云照的枪法应该在罗承之上,第六,马超 马超是蜀汉的五虎将之一,武器是五勾神飞亮银枪和斧头战金枪,原过程的评书中,马超的枪法是,三十六路绝命枪,而且还差点用绝命三枪把张飞打败了 马超的枪法虽然厉害,但是应该排在赵云之后,毕竟赵云是三国第一枪手,第五,杨再兴,杨再兴是岳飞手下一员猛将,膳使枪,公元1140年,金武术绿军一,五万人攻打眼城,岳飞派岳云,杨再兴,牛高等人前往应战,岳云和金军大战数十回合, 金军有些支撑不住,杨再兴趁机杀入金军大本营,准备活捉金武术,最后没有抓住金武术,但是斩杀了金军数百人,一个人斩杀数百人金军 这一点不难看出杨再兴的武功和枪法,此后杨再兴又率领150名骑兵,李章也率领150名骑兵 杀回去,在小商桥和金军大战,杨再兴和这150名士兵斩杀金军2000多人,以及100多名骑兵 虽然这2000多人是,他和150多人合伙杀死的,但是他斩杀数百人也是没有问题的 第四,高宠,高宠是岳飞手下第一猛将,更被称为南宋第一次枪,枪法是祖上传下来的 高宠可以一次击败牛高,郑怀和张奎三人,其武力可见有多厉害,牛头山之战,面对黑压压的金军 高宠单枪匹马杀入大军中,如入无人之境,自枪干掉金军四个元帅 金武术更是招架不住,克德骑马逃跑,可惜高宠最后死于铁划车 第三,赵云,提到赵云,人们第一印象想到的就是,我乃常山赵子龙 赵云是三国时期名将,刘备蜀汉政权的五虎将之一,武艺高强,几乎完美,被称为,长盛将军 赵云武艺高强,他的拿手好戏就是使枪,赵云十四岁就开始拜访,河北地区的各个枪师,学习枪法 后来赵云诗从著名武术大师同渊,学到了很多枪法 赵云的枪法包括白鸟巢黄枪,夹竹梅花枪,飘雪梨花枪,落马朝阳枪,还有图盘蛇枪 图盘蛇枪可谓其巅峰时期的枪法 第二,同渊,关于同渊,史书或是评书等记载的非常少 只知道他的看门绝技是白鸟巢黄枪 同渊有三个弟子,分别是张秀,赵云,张润 其中张秀在晚城大战中突袭曹军,并且让曹操损失了典位 曹王,曹安明等多位大将,张秀被称为北地枪王,而赵云的枪法又在张秀之上,作为师父的同渊 枪法应该是出神入化 第一,岳飞,岳飞的大名就不用过多介绍了,岳飞力大无比,武艺高强,会使用多重兵器 但是最著名的还是其枪法,岳家枪便是其杰作,岳家枪号称枪中之王,其动作非常古怪 进攻招招克敌制胜,一击必杀,完美的把进攻和防守合二为一,可谓是攻防一次性完成 敌人根本无还手之力,如今后世仍旧流传有岳家枪法 本文关键词,历史,中国历史,中国古代史,隋朝,唐朝,宋朝,三国